我老公每个人每个月工资一万不 一个月加起来至少有三万块钱 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去年的事儿突然想结婚买房子 都找了父母跟亲戚 结了一百万 在预备怒冷台山前 买了他两百八十万的房子 收复了一百万 装修花了三十万 月工一万两千七 仰慌二十年 但是娃娃没有想到 经济不经济 公司自己倒闭了 所以买房子没得好久 我都失业了 全部靠老公的工资 养到是我们两个还要换房贷 但是光老公一万五的工资 每天都只有和媳妇 不敢买衣服 不敢买水果 不敢买零食 甚至不敢去外头吃饭 外卖都捨不得点 现在我老公的公司 也在大面积的裁员 还不行他要失业了 全家都没得收入来源 只能却在买房子 但是现在那个行情 房子根本都卖不出去 只能不断的讲价讲价再讲价 最终一两百三十万的价格 卖出去的 现在不但房子没得了 收复官员没得了 装修官员打进去了 还捣钱了银行一大笔钱 现在我们夫妻为房子 投资了一切 除了打工换贷款 别的啥子都不敢乡了 我到现在倒也没还过来 明明啥子都没敢 仅仅是两个人事业 都变得人才两宫 钱下了一匹股仔 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 今天生活不容易 一定要留一笔钱在身边 一百五十之许 总有人说我 说你那么有是非观 那你说说美国为啥制裁华为 那我想说 那你有能力 你去制裁苹果呀 你可以去制裁微软 制裁谷歌 只要你有那个本事 人家不制裁你 那时候 你把自己吹成天下地义 人家制裁你的时候 你说人家卡你脖子 为啥你的脖子 总在别人手里钻着 高科技 你自己没有 人家卖给你了 你就低调一点 用着就行了 自己拿着百家零件 一顿组装 完了你就抵制这个 抵制那个 人家不卖给你 立刻翻白要 有呢 那你自己研发 别人的东西 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你 你自己有什么价值 输出 直到现在 还有人成天拿着祖先的 四大发明出来炫耀 没有西方的发明 创造 你现在摸着一过夜 别说电灯了 就连蜡烛 没有灯 都是外国传进来的 你知道吗 没有西方的技术 你现在还在飞鸽传输 你以为自行车很落伍吗 当年那可叫洋车子 就连铁钉子都叫洋钉子 你说你有啥 人家给你免费使用GPS 又说什么不是免费的 什么运营商已经花钱了 运营商花的花钱我不知道 我继续问你买手机的时候 你因为有GPS功能 多花一分钱了吗 你用着别人的技术 还去别人玩的抢食 不制裁你缺裁谁 别人的技术 也是要有巨大投入 才研究出来的 人家要真制裁你 不给你输出技术不行吗 青霉素红霉素 各种疫苗 哪个是你的 你去医院看一看 有几个设备是你发明的 就连很多农作物 都是外国传进来的 总之一句话 自己有的 你就好好发展 自己没有的 第一个要用别人的 别动不动就抵制这个 抵制那个 你能抵制啥 你不买别人的 有幸生活在如今的中国 应该投着乐 如今的中国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14亿人中的外交发言人 媒体工作者等等各行各业的人 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安全 自豪和骄傲 如今的中国 法律之上公正严明 当说到法治的时候 某位县法治办主任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如今的中国 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中国每月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 比在美国每月3000元美元的工资 活得更舒服 中国有公交车 而美国却没有 中国人很幸福 而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的中国 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衣食住行都已经解决 房价很低 工作到处随便找 喜欢的伴侣一追就能到手 一点压力都没有 偶尔不想招就晚五的上班了 就用四驾车出去拉客 或者把自己闲置的房屋出租出去 赚点外快 非常的灵活 如今的中国言论极其自由 14亿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都有自己的思想 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 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自由民主人权 所谓媒体控制 互联网管控等等 都可以谈 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而且如今的中国已经很好 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说上海的房子贵 上海的二房东真的是设计界的天才啊 五平方的房子给他设计成富士的仪式户 上面是睡觉的地方 有空调啊 还有一个窗户给你偷气 我们看一下楼下 这边就是一个过道 还挺干净啊 这边是衣柜 可以放点衣服 聊这里是单独的卫生间啊 独立的洗衣机 还有窗户啊 可以给你偷气 从这个门进来 都是自己的 五平方改成这样的仪式户 一千四 你们觉得贵不贵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声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专线 0800-566-688